部分的話,就是在這個第七頁的地方 大概改的地方,我又把它mark起來了 其實大概就是,如果向下追蹤的話 就是這個向下追蹤,會得到一個變數 把那個變數放在你那個列號上面 這樣的話就一勞容易 以後的話就是資料增加或減少 你就不用去改那個列號了 不然的話這個地方沒改 那等於你那個畫出來的圖就不對了 因為你那個圖是固定 那個列的數量是固定的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說我要把它改成跨工作表顯示的話 那這個會比較特別注意 首先的話,第一個 就是說你要記得就是你那個按鈕的位置 是在假如說是跟什麼呢 跟那個工作表同樣位置的地方 那你就不需要特別標註說你的工作表在哪裡 但是呢,如果像你的資料 哪個地方,像那個你的資料來源 假如是不同工作表的話 那你要必須跟他講說你在第幾個工作表裡面 是有資料哦 不然的話他會找不到資料哦 OK,那怎麼做哦 首先的話呢,如果我要把那個資料變成跨工作表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把它刪掉哦 那第一個當然呢,一樣哦 我就先增加一個空的 空的一個什麼呢,工作表 那我把名稱改成叫繪圖 不改沒關係啦,大概知道一下 那我要把圖畫在這邊 那首先的話呢,當然哦 改的第一個步驟呢,我們可以怎麼 直接,這個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可以拿什麼呢 拿剛剛的那個就是全部的部分拿來貼過來就可以了 好,全部二這個地方 裡面的程式哦,把它直接 我把它貼到底下哦 那名稱其實只要改一下 改成什麼?跨工作表 OK,我這邊改 那當然你如果現在run的時候 你一定會發生錯誤,哪個地方有錯誤 它第一個哦,它一定會找不到什麼 找不到這個範圍 因為你目前指到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sets source data 是指的是什麼?A1到A的向下 可是這裡完全沒資料 然後C,這個地方的話也沒有資料 所以必須告訴他說 我的資料不是在這個range哦 而是在哪裡呢? 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在哪個工作表? 在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呢,我就直接在記得 range前面加上一個物件叫sheets shet加s,括弧 然後加一個點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個工作表的第幾個工作表 那我就跟他講說 在第二個工作表裡面 會有這個資料哦 另外這個上面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一樣sets source data 那我一樣怎麼樣? 加這個sheets2 不過可能要特別小心哦 如果你的資料並不在sheets2的話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這個2 2指的是第二個工作表 或者另外一個敘述方法 你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因為我那個工作表的名稱叫POST 你也可以打這樣 在那個sheets工作表裡面的那個範圍哦 OK 所以好像這樣的方式比較保險一點點 這樣的方法也OK啦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 那當然呢 我只要把程式貼過來 跟他講說 我的sets source data這個後面 記得告訴他 我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裡面 我們把他跑跑看 理論上應該 就可以跑出我們要的結果 只是說呢 好像我們前面的程式哦 那個坐標位置好像是M啦 不過所以你會發現哦 如果跑完 這應該會跑出來 不過他的坐標變成 跑到這邊來了 M1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A1才對 不應該放在M1 所以呢 我第二個要改 第一個改那個他的工作表位置 那第二個的話呢 改什麼 改原來是M起對不對 這地方把它改成A A起 然後理論上是從A1開始 所以這個一樣 A 也就是把你看到M 把它改成A 這樣的話呢 它就A1 A11 A1有沒有 這邊一樣 我再把它改一下 好 所以理論上哦 大概就改了嘛 改這個 這個有沒有 把M改成A 那其他要改嗎 其他好像不用改 好 那試試看好了 把它執行一下 好 如果執行完之後呢 它的位置 假設會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那表示應該OK的 看一下 沒問題 有沒有 底下OK呢 底下OK了 所以哦 理論上哦 如果你要跨工作表的話 第一個 你就新增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記得哦 將來按鈕是在這裡啦 所以你將來做的動作哦 基本上還是以這個工作表為基準哦 然後所以呢 所以我剛剛大概就改了幾個地方哦 第一個的話呢 跟它講說 我的那個Sense 那個什麼呢 Source Data 這個地方 是在另外一個 第二個工作表 或者是說呢 哪一個工作表名稱 的什麼範圍 OK 所以哦 那另外的話呢 我不是從M開始放 我是從A開始放 所以只要把 坐標改為A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做完之後哦 也改的東西不多 那好處是說哦 你將來呢 就可以什麼 圖歸圖 資料歸資料 這樣其實看起來哦 我覺得會比較清楚啦 OK 那甚至哦 你們可以想想看哦 是不是可以 怎麼樣 把它改成 如果你不放兩個 你想要放三個 放四個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只是說 至於程式該如何改哦 我想請各位動動腦筋吧 或者你可以抓其他資料 做一些變化 那這個就是你的期末專題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哦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 期交所的這個外幣匯率哦 我們就是在增加就是說 抓取那個 網頁上面的資料 然後呢 就可以抓取不止 兩個月 可以抓一年 可以抓兩年 可以甚至可以抓十年 如果你想要全部抓的話 那你就可以分析哦 這十年來有沒有 那個到底匯率的變化 是不是波動很大 所以你抓下來之後 你發現哦 哇原來十年前哦 美元最高好像到 1比30幾吧 甚至到快40吧 那日幣好像曾經也蠻高過 然後所以 它一直往下哦 OK 那請各位哦 這個 今天的部分的話 那我一樣哦 今天的部分會有個作業哦 那請各位把今天的部分 練習做完之後 一樣上傳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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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